尤其是桃园机场传出的染疫事件风暴不断扩大 现在还传出又新增了两人快筛阳性 其中一人是负责首推车的工作人员 但是他的工作范围并不在行邻转盘区 工作内容是相对单纯的 另外一人是不同单位的机场工作人员 这两个人还是要等到PCR的筛检结果出炉 才能够确定是否是阳性确诊 另外指挥中心也提到像是陈时中认为 现在防疫就像打仗一样 所有的政策都要进一步来做调整 现在他们也怀疑可能是工作人员 他们戴了手套之后又摸了其他地方 没有做好这些清洁 才会让染疫风险藏在细节中 回收手推车前相关的清洁不能马虎 这消毒水喷了又喷 就是希望跟病毒说再见 但如此小心翼翼 淘金内的工作人员再度传出 有人快筛阳性 今天早上做的时候就有两位阳性 就是快筛阳性 接下一个动作就是到医院去做 这个PCR检查 前进一请回溯 扩大对第一线人员进行筛检 而快筛阳性两人 一人是机场工作人员 工作内容单纯不会有大范围移动 另外一人则是清洁公司的员工 主要回收手推车 不会参与清洁内容 但工作范围并不在行李转盘区 而两人已经前往了医院 做PCR筛检 等待最终判定 清洁是贵清洁 但是这个手推车是手推车 因为快筛它有一定比例的这个伪阳性 所以我们还是PCR确认之后 那再来这个探讨这个问题 会比较合适一点 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 这种病毒的东西 防护肾防 这种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也不晓得要怎么防清 我们手推车除了回收 在行李转盘区外 另一处就是旅客的上下区 而工作人员大约40到60分钟 就会换班一次 没有混杂其他的业务 警卫官陈时中也实地勘查 发现了有些细节可能还没有做到位 戴的时候手套就是脏的 但这里面什么时候 我戴的时候去到处摸 然后就放麦克风 麦克风又交给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又中 桃园机场两人快下阳性 直装最后PCR结果是阴性 被让陶记的疫情蔓延下去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 我戴的时候 感谢观看